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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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船官葬大多集中在伊山傍水的巴蜀地区 巴人居住在崇山峻岭之中 因此大多将船官挂在悬崖上 而属人则生活在广袤的成都平原地带 因此他们将船官深埋土中 已享安宁 迄今为止 考古人员在四川成都 浦江 广源 新都等地都发现了船官入葬的方式 这些船官分布的疆域 事实上就是古蜀国最后一个王族 开明王朝的国界 从2016年3月开始 经过考古队员三年时间的不懈努力 在清白江双元村2万余平方米的范围内 280多座春秋战国时期的古蜀木葬 终于得以完整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其中 编号为M154号的大墓 是这片区域中等级最高 船官体积最大 出土随葬品最为丰富的墓葬 其实 早在2000年7月 成都商业街战国大型船官墓葬群 已经被证实为 胡蜀国开明王朝王族 甚获蜀王本人的家族墓地 那么 在双元村这座同样大规模高规格的M154号墓中 又埋葬着什么人呢 他会是另一位蜀王吗 2016年腊八节这天 清白江区清晨起了大墓 考古队开始对官王M154号大墓进行发掘清理 6米长的棺盖已经腐朽 如何把这个沉甸甸的大家伙弄到地面上来 是考古队面临的首要问题 经过几番讨论 陶谷队采用绳索和杠杆结合的办法 十几人合力将棺盖拉上了地面 1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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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在先前的勘察中 陶谷人员已经发现 M154号大墓有被盗痕迹 但棺盖开启后 棺室内的大型青铜器虽然不见踪影 仍旧留下了许多小型青铜器物和大量的漆木器 令考古队倍感欣慰 1 3 3 1 3 3 1 3 3 2 4 2 4 2 4 2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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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2 5 2 5 2 5 3 2 5 2 5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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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4 5 4 5 2 5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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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6 5 5 6 6 7 7 6 7 7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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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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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8 8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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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8 8 7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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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9 9 7 7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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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0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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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9 90 的一个发现 官网M154号大墓 经过两个月时间的清理 完成全部文物提取工作 并运到文保中心 进行后期修复 空旷的墓葬 只剩下巨大的船棺 和摆在地面上腐朽的关盖 为了防止雨雪和阳光的侵蚀 保持棺木的湿度 考古队员们把厚厚的棉被 覆盖在棺身和棺盖上 用水管浇水将棉被浸透 使船官在进入 恒温恒湿的实验室之前 最大限度保持湿度 经过考古队员 两年多时间的不懈努力 在两万余平方米的范围内 这处春秋战国时期的 古蜀墓葬发掘 终于接近尾声 考古队员们放松了心情 在工地上进行会餐 在春秋城上我们是 朝天吃饭 对 朝天吃饭 夏宇宙只是挺好 野外工作 尤其我们木青了 尤其夏季的时候 我们尽量早到六点 早上六点就得上工 过来 把一个木青出来 我们可能过夜 万一晚上六月现在 六七月份这个暴雨 对 那青春期你说赶在水里泡马 都是尽量的取钱 所有的人参加到 2018年3月 历史两年多的清白江双园村 墓葬群桃古发掘 逐渐接近尾声 运输工作也在 有条不紊地进行 编号M154号墓葬中 出土的船棺 由整根楠木制成 棺长6.2米 宽1.1米 如何将如此大的官体 尽快安全运回文物保护 即将船棺缓缓调起的时候 人群中突然有人发出了惊呼声 船棺底部的土地中间 赫然出现了一个 长约一米的腰坑 这个意想不到的发现 让考古队惊讶万分 它为何神秘地隐住在船棺之下 腰坑里又藏有哪些东西 牧主人的身份 是否与之相关 陶谷工作者原本以为 就此能够揭晓 无数文明的密码 却没想到 真正的谜局 才刚刚开始 这个腰坑 我们以前发现的 有只是在我们战国中期的 新都马家大墓 发现的一些腰坑 但是新都马家大墓的 那个墓造的形式 它是带斜坡墓道的 那个墓广墓 整个长桥的那种 就是这个长方形的 狭长形的这种墓造船棺 它下面带腰坑 还是比较少的 所以说 我们现在对这个墓主身份 没办法作为一个整体的进行 但是我们说 它应该接近蜀王 或者是蜀王家族本的墓地 或者蜀王的一个进行 腰坑 一般是指在墓底中央 墓主人腰部下面的位置 有意挖出的小坑 在国内墓前的考古发现中 自新石器时代晚期 就有了腰坑的藏汁出现 西周时期 中原及北方地区 这一藏汁十分流行 直到战国以后 才逐渐消失 M154号墓葬中 腰坑的出现 说明 早在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代 成都平原与中原文化 已经有了十分深入的交流和互通 这位古蜀先民 与外界的文化交流融合 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考古队员将腰坑内的土样取出后 试图对最上面的一件青铜器进行提取 这是看似最容易提取的一件文物 但考古队员几经努力 青铜器下方 似乎被什么东西阻碍着 根本无法拿出来 他这个因为他个土 他把这个鸭子有在挤下边 你想2000多年了 考古队员将气物周边的泥土清理出来 再次试图提取这件青铜器 这时 站在一旁弯腰观察的蓝玉龙 突然有了新发现 腰坑内部的泥土 逐渐被清理干净 考古队员发现 青铜器依旧纹丝不动 他们决定从箱子外部动手 看看能否先把外面的尾板取下来 就在工作人员清理尾板的时候 他们发现 这并不是普通的木板 除去淤泥的木板外部 一块鲜艳的红色露了出来 这会是漆气吗 工作人员决定 先将这些疑似漆气的木板取下来 搬回实验室再慢慢研究 经过进一步清理 泥块被层层剥离 青铜器也逐渐显露出了真容 这件青铜器上出现了一条 粗而结实的构建 仔细观察 就像一根加粗的麻绳 考古队员开始纷纷猜测 这到底是个什么呢 最终腰坑内的所有文物 包括外部木板 都被考古工作人员一一取出 经过工作人员清点 M154号大幕腰坑中 共藏有六件青铜器物 且保存完好 经过专家辨认 这六件青铜器分别为 顶 否 仪 盆 组合成眼的赠与力 其中顶眼上 还有保存完好的漆木器盖子 这些青铜器成套出现 令在场的考古人员十分兴奋 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否 这个否也不是 属地了当时的器物典型 它也是储的呀 包括我们的眼 当时来说 这几件起形也应该是进口货 我个人认为 它主要是实用器 它有伴随地气 它可能从外面怎么样得到 它很珍贵呀 这个东西是我们当地生产不出来的呀 对不对 虽然说我们当时说我们蜀光 它毕竟生产工艺方面 我个人觉得 铸铜工艺方面 它还是要强一点 尤其这么大的青铜器 它肯定非常特别珍爱 对不对 它就这么腰空 据考证 战国时期 青铜鼎主要是用于 煮肉等食材的烹饪器物 而否多用于成酒 掩饰吹气 上增下粒的形式 类似现代家庭用的蒸锅 盆核仪则是盛水的用具 在M154号大墓的腰坑中埋藏的 是一组完整的青铜厨房用具 从M154号墓葬关内出土的漆木器 腰坑内的青铜器 以及腰坑的设置来看 都显示着牧主人应该是一位贵族 身份地位极高 由于长期处于饱水状态 腰坑环境密闭 青铜府上捆扎的粗大宗绳 在两千多年后的金田 依然连形态都保存完好 而最令人吃惊的是 青铜府里还存有沉甸甸的液体 这究竟是墓葬渗水 还是两千年前的老酒呢 考古人员将他们小心翼翼地提取出来 送往文物保护与修复中心 进行后期研究工作 我们过去很少在这个时期里面 在器物里面发现残留物 这次有残留物 我们可以是不是从残留物 是不是可以分析出 当时里面装的什么东西 是吃的呀 还是喝的 还是什么东西 这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 那个时代古属文的一种生活的 一种特别重要的机会 发现墓葬和提取文物 只是考古工作的前期阶段 同样重要的后期工作则是在这里 工作人员将通过专业技术手段 修复和还原文物的本来面貌 全方位提取其中的文物信息 因为这个器物在现场提取以后 根据这个器物的形状和外观 我们当时排断它是一个 深究的一个用器 一个青铜器 当时感觉很重 有很多的液体 我们当时在现场 画一领它是里面 可能会有救 今天的话我们把它 瓶盖解开 进行取氧工作 我们在这里 好,我们就从这个横隙 把这个里面的液体把它撑出来 对吧 从这个看来,我现在看 它这个液体很轻很轻 使酒的可能性小 也可能是地下水 但是如果这个管制的话 它曾经装过去 它只要有这个曾经使用过的话 我们会通过菜类的分析 也会判断,解释出来 所以你一定要把它收集进来 收集进来以后 这么大笼锁以后来看 是不是 所以你仰片要把它收集起 这样就看一看 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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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轻了 轻到你 嗯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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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液体样品将被送到专业的权威机构做检测分析 通过科学检测 它的成分究竟是什么 或许会得出答案 腰坑中出土的青铜器被安置在这间房间中 从形质到造型纹路再到成分都是工作人员的研究对象 这件青铜斗上的棕绳也在工作人员研究的范畴之内 wonderfully ICH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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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同否同移甚至还留有金属光泽 但文物出土后环境周变 暴露在空气中极易氧化和损坏 如何对其进行有效的保护 使它维持稳定的状态 文物保护人员还需要制定专门的修复方案 青铜器出土后 所处环境遭到突变 若不及时进行处理 就会继续修饰 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青铜器的处理工作 首先是表面清理 这件M154号墓葬腰坑中出土的铜仪 在除掉表面附着的泥土后 青铜器上雕刻的精美纹饰显露出来 虽然大部分纹饰已被绣食物掩盖 肉眼无法看到全貌 但工作人员使用这种X射线成像系统 对铜仪进行观察 可以清晰地看到铜仪表面所刻的全部纹饰 其中包括鲜鹤 树 针灸的人 线条流畅 姿态优美 经过考古专家研究发现 从腰坑出土的这几件青铜器物 都是生活用具 属于厨房用具 古蜀人信奉誓死如是生的观念 希望把生前最喜爱的东西 带到另一个世界继续享受 对于M154号大墓的主人来说 腰坑中的这些实用器具 也自然都是他最真爱的东西 从这些器具的功能来说 饮酒 蒸锅 煮肉 甚至专门洗手的器物 一应俱全 挑选这些生前曾经使用过的青铜器皿 放置于墓穴中 似乎表明 这位墓主人对于生活 尤其美食和烹饪 有着极大的兴趣爱好 感谢观看 细节目 细节目 感谢观看 辨论 他用了 结架 清智 颜色 跟 此次双元村墓葬群还出土了几件特殊的器物 这颗蜻蜓眼珠是类似蜻蜓覆眼造型的圆形玻璃珠 源于西亚和埃及代表着神的眼睛 古人认为能驱走邪魔带来平安 在春秋时期传入我国 并逐渐受到了当时贵族的喜爱 它有属于它自己的文化传统 但是它绝对不是一个孤立的 它跟湖北 跟关中 也呈现出一些很多相似的一些因素 尤其跟楚的关系 非常的明显 那么巴蜀与楚的关系 那个时候的关系是极其特殊的 至此我们似乎能揭开一幅古蜀国的生活场景 广袤的成都平原上 开放而繁荣的古蜀国 对四面八方的外来文化 采取着包容和接纳的态度 楚国 中原 三晋等地 精美的青铜器 以及深远的文化 翻山越岭来到这里 滋养出古蜀国独有的文化根基 这里的人们充分享受着当下的生活 并用勤劳和智慧 创造着前所未有的古蜀文明 为了寻找牧主人身份的线索 王天佑找来了四川大学考古系 人类学博士袁海斌 希望能借助他的力量 破解牧主人身份之谜 袁海斌是人类考古学方面的专家 负责此次双元村墓葬中 所有保存较完整的骨骼信息的采集 包括牙齿 骨铜位素提取 对于年代比较久远的人骨 因为保存状况不是特别好 那么我们通常呢 就是会第一步呢 是进行人骨的基本信息的采集 你比方说人骨的摆放位置 然后性别年龄 然后骨病理 然后身高 等等我们会在现场做进行一个采集 那么对于一些可能会受到污染的一些标本呢 我们在现场也会进行采集 一方说古DNA标本 然后古代的这种师傅标本 如果我们在现场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都会进行相应的采集 我们第二步呢 往往会进入实验室进行 第一个是清洗 进行这个清洗 然后呢 对残损的标本进行拼接 修复 那么第三步呢 那么就是在这个清洗 拼接基础之上 然后进行进一步的这种处理 以及进一步的这种深入的研究 那么对相应的这种分析检测呢 也会逐步开展 在文物的后期整理研究中 墓葬人骨的检验 对于墓主人身份的判断 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这里是四川大学考古学实验教学中心 M154号大墓中出土的人骨 已经被远海兵取回这间实验室 进行信息提取工作 我们在这个对骨骼进行整理以后 我们就发现了这个 这个M154保存有 它的右侧的盆骨 因为男女性有这种生育功能的差别 所以说它的这个骨骼形态呢 会跟男性有一些差异 那么通常来讲 就是说女性的盆骨呢 会比较宽一些 除了盆骨和这个颈骨骨骨以外 我们能看到上肢右侧的脑骨 还有左侧的肱骨 这个是左侧的肱骨 这个位置 还有左侧的肩胛骨 还有右侧的锁骨 还有右侧的锁骨 这些呢 从骨骼发育来讲 也是比较纤细的 比较弱 也更多的倾向于女性的特征 大体上就能判断出 这应当是一个女性的个体 根据双园村M154号墓中 提取骨骼的形态和大小 考古专家初步判断 墓主人是一位女性 为了获取更多信息 远海兵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 墓主人的骨骼成分 以及牙齿 向世人透露出了更多信息 比较幸运的是 我们通过这个M154的 这种骨骼的整理 我们还发现了 它的下颌 下颌上面附带有六颗 它的这种牙齿 那么从这个 纠齿的牙齿 这个魔号使用来看 就是 是属于一个魔号偏轻的一个状态 魔号偏轻的一个状态 我们对照我们这种鉴定标准 我们大体上认为 它的魔号在二级偏重 几乎快到三级这样一个状态 所以说我中和判定 我个人认为 它这个个体的死亡年龄 大概在25岁到30岁之间 M154号大墓的牧主人 在不到30岁的年纪 匆匆离世 令考古专家对他的死亡 产生了许多疑惑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现代考古技术 依靠高科技仪器和科学分析 不但可以通过人骨判断牧主人死亡年龄 还可以进行进一步的检测 得到牧主人生前的健康信息 我们可以在这个个体的这个第一前就齿 这个牙齿的右面上 可以看到 柚子发育不全的这样一个症状 这种症状呢 就是说反映出这个个体呢 在大概10岁左右的这样一个成长期 这个它呢有一些 就是说营养不良的这样一个 生存压力的这样一个状况 那么除此之外呢 我们在这个个体的这种 两侧的眼眶上部 还可以见到这个 我们讲的这种 矿上口腮状 样变的这样一种病理改变 这种呢 也是跟他的这种 生前曾经有过一段 比较时间长的这种营养不良 或者营养食物摄入不足 或者说是这个 血量流失过大 造成的这种 这种身体的一个 整体的贫血的一个状况 通过对人骨的科学解析 以及对墓中随葬品的研究 双元村M154号大墓的墓主人身份 得到了进一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么一个集中的一个墓地 那么丰富的文物 这种呈现 这是过去是很少发现的 这批墓葬它是可以会解决春秋战国时期 我们古蜀王国它的一个社会构成 它的一个等级构成 它的一个跟其他区域的文明之间的 这种联系的一个特别关键的一批证据 从蝉蝉 博冠 衣服 杜宇开明 这么一个发展的体系 到我们今天的考古学文化 从宝敦 三一堆金沙 到我们清北江这批墓葬的发现 构建了一个 四千五百年这么一个 这个区域的一个文明发展的脉络 我们可以感受到 这个区域的文化是繁荣的 我们的古代 这片土地的古蜀邪明 是曾经缔造了辉煌 物理责 广赢 森 帮助 您 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